2012总统大选明年就要来进逐了 而现在副手到底是谁 不管蓝绿阵营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在国民党部分要告诉你 马无配最新消息说 应该是成定局了 不过国民党中央就特别表示了 其实这样的说法真的是言之过早 确切应该是要到六月底才会来决定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民进党也有话要说了 民进党表示 根据一个最新的民调 其实马总统的支持度呢 还不到四成左右 所以他们说不管到最后是谁配谁 这场选战都好打 马总统就职三周年 马无配的呼声越来越高 坚强的战斗力 他的威威系数 他论述能力 而且他的变才无碍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武敦力院长的优点啊 马无配是不是真的能所向无敌 民进党吐槽没在怕 觉得一点都不难打 无能的总统在家卡卡院长 是马无配还是马肖配 就快急死人 当事人却始终大打太急 最晚的不会晚过 六月二十五号 当然啊 各位的媒体朋友都希望我早一点说出来啊 我一定会努力的抗拒这种压力 不分蓝绿 副手人选白热化 马赛两人支持度也出现了化学变化 根据官网中时民调显示 马云九支持度是35% 蔡英文是27% 两个人只相差了8% 马总统的施政满意度 也从一开始的56% 一路下滑到36% 到现在才又爬回到40% 形成了拉锯展 已经发生 我们奉劝马云九总统回头试案 无独有偶 民进党的民调显示 马总统满意度只剩下39.3% 看来要拼连任 马总统的政绩可得让民众更有感